每天好心情 Hello大家好 我是曾思煥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上次有粉丝给我留言 他说梅州这边 发现一口那个奇景 那个 它怎么个奇怪呢 它那个井水啊 是 会冒出来的 就是比那个 额井的那个 井井的那个高度还要高 好 现在我就过去看一下 我是从那个后面那里走过来的 不知道他们怎么指路的 我居然发现那里有一条路 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 导航导的是导的是那边 你现在还我走了一个多小时 才走到这里 原来这里有一条路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指路的 以后 可爱的粉丝们以后你们指路啊 你们要 那个打行地址要说清楚一点 不然的话 我老是走那个烟网路 走的我好累啊 你看 是吧 这里有一条大路 这里肯定可以那个车开过来的 那就是这里的 我刚刚问了好多那个当地人 当地的阿伯 才才问到这里 他说这这口井 大家看到没有 就在这里 看一下那个介绍 我说 告示 新宁市永和镇永生村 温室甘贤孤镜 是巴士族日新公民 朝万历年 明朝啊 明朝建达 400多年了 历史 哦 他们这个附近 就是那么大的这个村 你看这里 这个村庄 应该引用的都是这里的水 看得清楚吧 大家 哦 所以 因为这个井水嘛 可能是潜水 可能会有点那个甘甜 所以名字叫 甘甜 甘甜水 这叫甘甜酒 里面好像有东西 我把箱子放下 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看起来好 看起来这里好深啊 先搅动一点水 有鱼椅在里面 水先搅动一下 然后把那个鱼啊 搅进 能不能拉上来 好经济的水啊 大家看一看 这里的水质如何 哇 这个水质很好 那么呀 能看见底下我 这是个相机的分辨率 没有搞啊 现在看到了啊 是井底 那个是井底的东西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些 谁知道的 你看 那么多 不知道它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地下温水 现在 当地的阿博说 这个水 没有饮用了 不可以用 因为近代的话 被那个工业污染了 所以这里的水 都现在不可以用 这里的水 现在用来那个浇灌 那个菜园 跟那个田 直接倒骨 或者是有时候 会有人来过来洗衣服 调水 除非是那个自带会停了 停了 会调这里的水去 从厕所 但是基本上都不会饮用 好 好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吧 那个导航地址刚刚 那个告示里面也有了 欢迎有时间的朋友来游玩 感谢你多观看 再见 再见 好